7月呢 已經來到暑假了 最消暑的啊 就是來瓶冰涼的飲料 大家有沒有一個通病 在便利商店站在冰箱前啊 眾多的飲料無法決定 該喝什麼好 今天呢 我來推薦 玉茶園的台灣四季春 使用100%台灣新鮮茶葉製成 無糖 不添加香料 每一瓶呢 都能喝到 如現脆口感般的回甘風味 下次到超商 不要再猶豫 玉茶園 台灣四季春 你一定要嘗試一下 兩兄弟是講 死者有嘲笑他爸爸 說就是你爸爸不懂四面 才會被我騙 被我騙也剛剛好 所以這引起他一些 憤怒的動機在 瞬間就拿講到車的內胎 在他身後把他扔昏掉 是 他們後來就將 柳永鋒的屍體 切割成頭啊 左手 右手 左腳 右腳 還有驅桿 總共六大塊啦 兩個人後來就用鐵質的砂網 包住石塊 並且用束線帶纏繞固定砂網 還在束線帶上面加上千塊來增加重量 並且用膠帶蜜蜂準備要來騎尸了 嘿 我是發現場 當然是一集集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鋒德 陳人一共有206塊的骨頭 簡單分類的話分別是29塊的顱骨 51塊的軀幹骨還有126塊的四肢骨 大多的時候我們都看不到我們的骨頭 看到的時候都很慘的 我希望我這輩子不要看到我自己的骨頭 不過我們真的很需要它 我在想如果大家都沒有了骨頭的話 會不會每個人都變成一隻史萊姆呢 相信呢 絕大多數的聽眾都跟我一樣 沒有真正看過人骨 那麼一根不起眼的骨頭 又能發展出怎麼樣的案發故事呢 先來介紹這一集的來賓 是刑事局中打的第六大隊副大隊長戴長生 長生哥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目前在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六大隊 擔任副大隊長 好 那這次的案件 長生哥又得接觸到骨骼 在我們警察大學畢業之後 剛好就遇得到 那這次的骨骼又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準備好的話 請聽這一集的 我在案發現場 位在新北三峽的雲森瀑布 屬於嬌山地區的檢疫步道 那會取作雲森呢 其實是因為那邊有 雲心以及森山兩座瀑布 所以他們合稱就是雲森啦 那由於風景秀立友 吸引了很多登山遊客去關鋪啊 秋天的時候就會去賞風喔 還有溯溪 溪水 那暑假期間呢 遊客特別多 而就在2016年的冬天呢 是2月4號 那一天剛好是禮拜天 一位登山客人來到雲森瀑布來關井喔 沿著溪水溯溪攀爬的時候 卻在溪流的石縫中發現了一根奇怪的骨頭 然後還連忙的下山通報警方來到場 那時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長生哥 當時這位遊客 他是一位我們俗稱的風水師裡面所講的 是一個檢骨師 喔 檢骨的喔 所以他對這個人體的骨頭非常有敏感度 因為以他的工作經驗來講 他告訴我們這個是一個人的骨頭 所以他急著到派出所去報案 是 接獲到報案之後 也有再派人上去看 看有沒有其他骨頭 可是就只有一根骨頭而已 就只有一根 他那個位置是在瀑布的哪邊呢 他是在溪流的旁邊 那當初派出所遠景 也有稍微跟他反映一下 這個是不是上游人家的墓園 被沖刷下來的骨頭 這也有可能 可是我們警察頭人也依相關的規定 把這塊骨頭報案 然後去做一個DNA的鑑定 所以這位檢骨師真的是很湊巧 有他的這個職業嘛 可能平常接觸最多的就是這些骨頭啦 可能比你們看的還要再更多 他一眼就看得出來他不是什麼瘦骨啦 而是人骨 那他有看得出來這個人骨 大概是在什麼樣的人體那個位置嗎 他是在我們大腿的頸骨 大概是我們小腿的部分的骨頭 當時檢骨師還有接受媒體的訪問 他是說不知道為什麼第一眼看到這個骨頭的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應該覺得不是瘦骨 覺得那就是人的骨頭 當時還有一個其他團體登山團也有經過那個溪水的地方 那剛好一個人的手機呢就掉到那個水裡喔 那他就覺得嗯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些巧合 當初這個骨頭我們遠景啊在判別的時候有辦法直接看得出來 是瘦骨還是人骨嗎 以我們工作經驗如果你人的骨頭看多的話 你一眼大概就有七八成把握是不是 我們也為了確保案件的一個安全性 那我們還是依規定會去把它送驗 根據鑑定報告確定這是一個人骨 然後剛好跟一個市中人口的一個DNA的檔案是一樣的 所以當時在報驗的時候他們就有比如說另外一個檢察官有跟這個在報驗的檢察官通知說會不會是跟這個案件有相關嗎 承辦檢察官來跟我們講是剛好他同辦公室的其他檢察官跟他提醒 前幾年也有類似的市中人口的案件 然後檢察官就想說把券調出來看看 突然發現我們DNA鑑定報告出來的結果 比對到當初他承辦市中人口的那個老爺爺 那真的是很巧耶 既然這樣子比對出來我們目前有知道說這個老爺爺嘛 他的姓氏是稱作 姓柔柔永峰他女兒報案了 他跟我們講說他爸爸出門去找朋友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當初承辦市中案的這些員警也有調相關影像 也有發現到他在板橋和車站下車出境後續的動態就不明了 那這位柔老先生他有跟家人提到說 他要去哪裡或者是想要去找誰嗎 家屬是沒有講說他要去找誰 他只有跟他說他要去找朋友 可是至於找哪些朋友這個家屬都不知道 了解 那當初在承辦的時候 遠景也有調相關的通連去分析 可是這些人都說沒有跟他有接觸 當初遠景都有針對相關的監視器影像去做調閱 發現他好像也有搭上一台計程車 可是計程車的車號看不到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再往後續去調閱 後面只能根據基地台位置 知道他的手機好像最後是在新北市三峽區的一個基地台而已 哦 了解 那有沒有可能我自己想哦 柔老先生會不會是遇到山難的哦 因為目前他的骨頭嘛是被發現在雲森瀑布這邊 可能在迷路後呢被野獸攻擊或者是餓死在溪流旁哦 那骨頭才會被冲下來 這部分呢我們當初有列入考量或者是在討論嗎 他年紀有點大所以你在下午出門要去爬山的趨力蠻低的 一般人的運動習慣大概都早上出門去爬山啊 尤其他下午三點多出門的 一般的邏輯推斷不太可能是去爬山啊 當時是在雲森瀑布比較偏中間的位置發現的是嗎 針對上游處以及溪流的發源點 然後來擴大搜索會不會是從那邊衝下來 他的失守可能在那邊呢 當初的辖區遠景都有在尋那個瀑布的溪流 在往上找沒有發現到其他的骨骸 哦了解 你們覺得這有可能會去仇殺嗎 你們調查羅老先生他生前有跟誰結仇 這部分你們該有問了一下家人吧 當初警方在辦事中案的時候 有根據他的通年紀錄去傳了幾個關係的人來問 那我們當初掉了這些券之後發現 他有些人講邏輯不太合乎邏輯啊 所以我們有針對幾個可疑的人詳細的在做調查 針對為什麼打電話給羅老先生的原因 這些邏輯 然後有沒有跟他接觸 有時候刻意去掩滿 他打電話給他的這個事實 據我們了解他是從事土地的一個介紹買賣 也是我們所謂的砍膏啊 類似土地仲介 他到了聯老的時候都還是持續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他長期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之外 他有這方面的一個人脈 有些地主他可能很熟識 有些人可能透過他去撮合這個土地買賣 可能都會比較容易來成功 所以你們有懷疑說會不會是因為土地交易的這些關係 然後導致他可能居中撮合失敗 或者是惹惱了買方或賣方 因此可能惹上殺雞是不是 當初我們都有列入爭查的一個疑點 那我們針對命案的一個研判 不是仇殺就是情殺 要不然就是為了金錢 後來是朝金錢的這部分的方向去做一個偵查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有調老先生的通聯以及這個接地台位置嗎 跟他最後通電話的人到底是誰 這位是他在板橋一個地區的一個友人 那年紀也快要了將近80歲 那一位姓林的老先生 那我發現他長期都有跟他有通話的一個習慣 這個老先生對柔老先生的去向 前後控訴的那個說法都不一致 那一開始有講到說他沒有跟他聯絡啊 當我們提示了通聯給他之後 他又講說他有打電話給他 有跟他碰面 可是他不曉得他去哪邊了 我們根據通聯記錄 兩個人的通聯記錄去比對 他們應該是有見面的 那可是他們見面的畫面 我們是沒有調到相關的監視器的影像去佐證 其實這位林先生78歲 他跟柔老先生也是認識的蠻久了 好像認識的超過40年了 算是雙方熟識很久的一位朋友了 他的說法是他又出現在板橋車站了 他們真的有見面是嗎 那見完面之後他們各自去哪裡了呢 他這個林老先生他是講 他後來帶孫子回家了 就再沒有跟柔老先生聯繫了 那天幹嘛見面了 他們為什麼會見面啊 他們就說約見面然後敘舊 根據通聯記錄來研判 前幾天林老先生先打電話給他之後 才有後續各一個動作 據我們研判可能是有這樣的狀況 那他只說他有跟他約 在板橋火車站碰面敘舊 至於講到什麼事 他就沒有再跟我們解放來說明了 我們還有列到林老先生的兒子 一個大兒子一個小兒子 大兒子在林老先生報私中案的 好像過兩天吧 他就出境了 然後一直沒有入境 他出境到美國去 這部分確實是一個很可疑的地方 畢竟如果你生活在台灣 你不肯出境到美國之後 兩年都沒有回來 但他以往也是有 比如說像這樣去美國一段時間 這樣的紀錄是嗎 是的 他有去美國就學過 那後來都在台灣 剛好他離開台灣的時間點太巧合 讓我們起了一些疑心 真的耶 就兩天過後就出國 而且兩年後都還沒有回來 你說有時候過年過節的回來一下 也是正常嗎 沒想到這位林老先生的兒子 卻都沒有回來 那你們了解過後 這位林老先生跟死者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關係 那這位林老先生又在做什麼的 我們進入調查的時候 發現林老先生其實家境還不錯 住在板橋的一個大樓裡面 那他是銀行的一個 算經理級的退休的一個老人家 然後我們再去查訪樓老先生的家屬 他其實大概也認識這個林老先生 後來我們才知道 他有一些金錢的上借貸的一個問題 當初你們去問這個家屬的時候 你們是問他說失蹤的這個羅老先生 跟這位林爸爸 他們之間到底是有怎樣的 債務的一些糾紛呢 這個案件我們介入的時候 已經是兩年後的事 那相關的關係人 對於失蹤案其實已經有點模糊了 那其實在去找這些關係人之前 我們跟檢察官已經有商討一些 偵查一些策略 這個案件算冷案 已經過了兩年的案件 所以你在整個偵查過程中 你一定要自己的偵查的一個策略 如何去做一個刺激性的偵查 所以當初你們問這個羅老先生的家屬 他們對於這個糾紛 他們是有提到的是不是 他們大概是怎麼講的呢 他有跟我們講到 他長期跟他借貸金錢 至於多少錢 我們就沒有很詳細的去問 這也讓我們深信 這應該是一個金錢糾紛 那當初他們約見面 有可能也是因為要有一個還款的一個問題 老人家的其實在交友圈 他的生活其實相對單純 他一天的通話對象也沒幾個 所以我們就慢慢針對他藏在通話的幾個關係人 去做一個排除的動作 那最後面就鎖定了林爸爸以及他的兩位兒子 當初在跟檢察官討論偵查策略的時候 我們有針對實施通訊監察去做一個強烈的建議 希望能從實施通訊監察當中 寄望他們能跟在美國的兒子有相關的聯繫 檢察官當時也是相當的去配合你們 也去支持你們是不是 其實跟各位觀眾講 要實施通訊監察有相關的通訊法的規定 那市中案件是沒辦法實施通訊監察的 我們在介入之後是因為有發現他的大腿骨 那我們可以證明這個柔老先生可能死亡 你想人少人在斷骨頭 存活機率是蠻低的 所以在向法院申請通訊監察的時候 我們就要得到法官的認可 他也遵訊我們去針對相關最可疑的涉嫌人 去做一個通訊監察的動作 我們在實施通訊監察之後 那我們做了一個刺激性的偵查 那由我們承辦員警持著通知書 會發這通知書 我們也是希望他們能讓我們詳細的再問一次 那剛好實施通訊監察這當中 有發現他的小兒子 有打電話給他的大哥 他有跟他哥哥提到 警方找到家裡 是用命案的通知書 希望我們到警察局去做一個說明 那他也有提醒他哥哥 要回來把他的財產做一個清潔的動作 那我們在此次通訊監察之前 我們有針對他們的一些電話去做調閱 那也發現他們長期都沒有聯絡了 那是在我們發通知書之後才有聯絡 那更能證明我們懷疑的一個可能性 對於剛剛那個刺激的部分 我有點好奇的是我們打算要直接去傳喚 而且是以殺人案來傳喚 然後來寄送通知書 又要他們的道案說明 這個步驟應該是你們初期一招嗎 算是想了蠻久的一步嗎 你們當初是怎麼設想說要這樣子做的 因為這樣一個偵查方式其實不一定行得通 可是你在沒有現場的一個狀況 你如何再去找局相關的人 這個算情況證據 那不是很直接的一個證據 我們只證明突然警方去找他 他很慌張 可是你還不能講到他涉及到這個案件 我們在承辦這個案件之後 到我們發通知書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都說靜態的資料調閱或者是分析 完全沒有跟這些關係人有在任何的接觸 如果你接觸了他就可能有一個防禦的動作 有提防 這部分也是我們警方的一些偵查策略的一個手段在 是他們可能也沒有想到都已經失踪了兩年之後 竟然警方又重啟然後來調查這個案子 當初在承辦上失踪的通知書請他來說明 後來我們是用殺人 其實是所謂的命案來處理 讓人的心理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怎麼會偷然用命案來通知我 他們會有心理上的一個承受 我們在時事通訊監察得知大哥要回來的消息 我們對這個也蠻重視的 我們希望他能回到國內之後 我們能把他帶到案來偵訊 或者做一個心理上的一個突破 這一天你們是馬上就到機場那邊去賭他嗎 還是你們怎麼做呢 其實他從他一路進之後 我們就做24小時輪班的一個監控 他回來之後大概是先去助理館 然後隔天有跟弟弟碰面 碰完面之後可能他們聊了一些 跟這個案件有關的一些事情之後 哥哥就獨自到各金融機構 去處理他的財務上的一些問題 他也有打算要再出境 我記得我們是在出境的時候把他用 拘票帶到案 在具體的同時我們也另外請 他的弟弟跟林老先生來到案說明 那你們把他帶回到隊上之後 應該要準備來進行偵訊嗎 以及這個小兒子啦 林爸爸都要進行偵訊 那我們在第一次偵訊的時候 這個過程是順利的嗎 第一次偵訊當中 其實三個人說法就完全不太一樣 邏輯也不太一樣 那我們發現他有些共詞是必中就輕的 都是含武帶過的 兩位兒子跟柔老先生比較沒有感情 應該不認識 那我們那時候也是針對林老先生 來做一個施壓的對象 動自已情嘛 然後人跟人在一起 總是要有點勤奮在 那我們也跟他講 你年紀也大了 那人家家屬希望失蹤 就算人不在了 也是希望他能看到他的大體 讓他入土為安 可以回家 讓家屬知道他到底是生是死 畢竟都是認識的好友 那你如果知道他的去向 那務必跟警方來告知 讓我們能把他帶回家 哇 那這樣的一番話 跟林爸爸講的話 他有反應嗎 我們這樣的告知 其實是長時間 等他先跟他培養感情 慢慢的從感情上去 趕快他 然後去突破他心房上的壓力 到後來他也坦誠 他那一天有約他出來 他跟我們講 他大兒子有留給他一個紙條 他希望把柔老先生騙到那個弟子去 然後讓他們兩個去處理 後面的債務問題 他們兩個兒子回來之後 他有問他兩個兒子說 你們怎麼處理 然後兩個兒子有跟他講說 你不要問 就這樣帶過了 對他那時候 他自己大概知道事情不妙 他心裡面有感覺 對對對 哇 那你們先突破了這個林爸爸 有了他的這個講法 基本上我應該就能來突破兄弟檔了吧 我們在突破林士郎之後 接著是由檢察官下去做一個覆訓的動作 我們是為了確保他的供詞是有證據能力的 那我們再用他的供述的一些資料 來去反問他們兩個兒子 那聽到爸爸這麼講了 心房也被我們突破了 然後針對整個過程就大概上有交代了 我記得是他小兒子先講 他小兒子那時候立場是希望大哥承擔所有的犯行 那他可以躲過這些犯行 所以他針對他自己的部分都避重就輕帶過 跟他有講到他大哥色安的部分 他說是哥哥下手把這一位柔老先生殺掉的嗎 他是說他哥哥因為在調解債務的一個過程當中 太生氣了 結果他措手把柔老先生惹毙了 那哥哥的部分當初他聽到弟弟被我們突破了 爸爸被我們突破了 對都承認了跟這個柔老先生 你措手把他惹毙了 他聽到這句話當下 他馬上說他要請律師 關於弟弟跟爸爸控訴的部分 我們有請檢察官馬上要做一個征訓的動作 那確保所有的征訓過程當中 他就有證據能力 人證有時候在以後在開庭上 會有翻供的可能性 所以這部分我們是為了確保相關的證據能力 我們都要請檢察官要針對相關的突破點 馬上做一個復訓 確保所有的供述是有證據能力的 不過在那之前呢 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要先來理清清楚 也就是這個死者柔老先生 跟退休鄉里林爸爸之間 他們的金錢的糾紛借貸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的 我們當時有跟他們搞明白嗎 那因為柔老先生也不在了 我們現在只有單方面的說法 據林爸爸供述 他因為退休 他有長期在投資土地 柔老先生跟他講 在中華禮教協會 也就是萬華有一塊地值得投資 以後他會變成商業用地 如果變更成功的話 獲利就很可觀 這一塊地是國有財產局的 原先是由一個教會來成功 他們人是這個教會的理事長 他可以蘇通理事長來優先成功 以後如果土地變更成功的話 這一塊地的價值 可能到數百億以上 那這部分也讓林爸爸有一些動了心 那他們這塊土地 大概是從80年開始就有陸續 在談變更的事情 一直到104年都還在處理 哇 那麼久了 他是說從80年開始就用這個名義 要蘇通官員啊 要土地變更啊 勘驗鑑定土地的一些界限 那有一些手續費都要花費 所以陸陸續續 柔老先生大概從林老先生這邊 拿了快4000萬的現金 那這部分也可能造成 他們有一些 後來因為土地一直沒有變更 你想一個案件投資了 快20年都沒有回收的話 投資者的想法 那我這塊土地 我是不是投資出去 都不肯拿回來我的本金 不但沒有獲利 而且把本金都賠下去了 那此外這位死亡的樓永鋒 還有講到說 他已經有獲得了 中華禮教總會的理事長 林松輝 說有獲得他的授權 這個中華禮教協會 跟這塊地有什麼關係呢 當時巨大數是 中華禮教協會在成租的 那承租戶有優先的承購權 如果取得這承購權的話 土地可以拍賣 你可以優先承購 可以利用第一市場的價格 來買到這塊土地 那你如果以後變更成功的話 那你光是土地的買賣 不要說建大樓 就是土地買賣 你的獲利就會翻好幾倍 多年過去 土地變更這個買賣 真的有如他所願嗎 就是因為土地的買賣 沒有如他們所願 林爸爸的兩個兒子就數過他 你看你投資了那麼久 都沒有回收 你是不是招人家詐騙了 林爸爸認為 一直相信這塊土地 是有可能變更 可是兩個兒子告訴他 你可能被人家欺騙了 被炸起了 你這4000萬投資下去 可能就血本無虧 可是這塊地當時是 要找中華禮教總會理事長 想說要從他那邊可以來授權 預先來購買 那這些錢是不是有些 可能是到了理事長那邊去 他有去跟他確認一下嗎 當初我們在問的是 他們說他們互相不認識 所有的金錢都是交給樓永峰 至於樓永峰怎麼處置 他就沒有再去追問了 因為他們有三四十年以上交去 他非常相信樓永峰 所以林爸爸都沒有去問過 這一位理事長林崇輝是嗎 據我們當時 也有通知林崇輝道案說明 他也否認說他有認識林爸爸 可能在一兩次樓永峰介紹的 一些飯局或者是有認識過 可是他們沒有很深入的去 互相了解或者是互相去通話 可是我們是從通聯上面去發現 他們其實是有互相聯繫的一些狀況 所以他的供述一直讓我們很懷疑 那我看新聞資料 他有提到一點是 樓永峰當時還有簽本票給林爸爸 因為林爸爸好像就真的是拿了 四千多萬元出去嘛 那樓永峰好像為了取信他 好像還有簽本票給他是不是 因為他受於兩個兒子的質疑 但兩個兒子也希望這四千萬投資出去有所保障 所以後來林老先生後來有去找了死者 希望他能簽一張本票 保障他這些投資是有所保障 所以後來他有簽一張6200萬的本票給林爸爸 後來也在大哥的手上 他也有拿到地院去做一個認證的一個 強制執行是不是 要來誘這個本票 對他有去認證這個債權是存在的 這個債權存在的話 基本上如果我要樓老先生來執行這個債權的話 這6200萬是可以拿的回來的咯 如果他還債的話 他可以拿這個本票去跟他討債 他們當時有直接去就把這個本票 真的去把它換成現金嗎 這個動作是沒有 後來就發生命案了之後 這張本票就完全就沒有去執行 因為他們可能也害怕事情發生了 所以他們也不敢去執行 這部分也就是因為後來他們兩個去打聽到 這塊地可能會變成公園的預訂地 變成公園的預訂地 根本沒辦法有開發的可能性 所以當下他認為樓老先生 長期以來都會一直在欺騙他爸爸 把他爸爸當成了錢樹 因為他後來有去查證 那時候台北市政府計畫是把這塊地 變成一個公園預訂地 這塊地原本是屬於國有財產局 所以他變成公園預訂地的可能性是蠻大的 也是合情合理嗎 對啊 兩兄弟有去直接找過這一位樓老先生嗎 沒有他有這樣跟他爸爸講 他跟爸爸這樣講之後 爸爸感覺也相信了嗎 而且你看這樣去問了台北市政府的講法 也是這樣 爸爸也覺得自己被騙了 他有怎麼樣進一步的行動嗎 那後來兩個兒子是跟他爸爸講說 那這邊的債務就交由他們兩兄弟來處理 你不要插手 本票也有簽到手了 這張本票由他們兩兄弟負責來向樓老先生討戰 是 照他們兩個兒子的說法 他就約了樓老先生出來 那也請樓老先生坐進程車到大兒子指定的地址去 是等於是這個林爸爸就設了一個局 就是要這個劉老先生出來 當天他們就約在了板橋火車站 然後來見面 據林爸爸的公訴 他當天約他見面之後 他剛好也有帶他孫子去 他用這理由說他必須要先把他孫子帶回家 那金主在三峽的某地方 那你自己先搭計程車過去 我隨後就過去 所以他就把他大兒子留給他的紙條 拿給樓老先生 讓他自己搭計程車前往 所以林爸爸藉由這樣的藉口之後 他就先脫身了 你就先回家 樓老先生就真的按了指示 走出了板橋火車站之後 就如我們監視器所看到的 他就上了一台計程車 可是這計程車我們當時很可惜 沒有調到這個車牌 他就坐到哪邊 三峽的某棟大樓 下車之後 大哥就在現場等他了 把他帶到他的住屋處 進到這個屋內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們就把樓老先生 捆綁起來 跟他商討 債務償房的問題 他們當下把他捆綁起來 用意是怕他脫 怕他喊救命 所以他當下 他們以後把他嘴巴封起來 一直質問他 你是不是長期在欺騙我爸爸 你是不是為了我爸爸的錢 用一個謊言來欺騙他 拿走了這麼多錢 他是用威脅的口吻 然後有對他施加這些暴力 比如說揍他之類的嗎 只知道他確實有承認 他有把他捆綁起來 後來跟死者 發生了一個口語上的一個爭執 兩兄弟是講 死者有嘲笑他爸爸 說就是你爸爸不懂世面 才會被我騙 可能被我騙也剛剛好 所以這引起他的一些 憤怒的一個動機在 然後瞬間就把他講到車的內胎 在他身後把他勒昏掉 後來發現他好像死了 真的一位快90歲老人家 經不起大力的勒 那一勒其實身體很脆弱 只要某個點 你大概就會把他勒比掉 在詢問的時候是大哥說 一切都是他用內胎把他勒比的嗎 弟弟在旁邊都沒有動作嗎 弟弟是說他有動手抓住他 可是不是他勒 這部分確實當初 大哥想把他砍下一則 竟然出事了兩兄弟保一個兄弟 這是人之常情 如果兩兄弟都參與法案到裡面去的話 家裡面的大人或者是小朋友 都沒人照顧 那你們聽了這樣的說法 你們一定是不相信嗎 既然這樣你們要怎麼去突破這個說法呢 我們會針對他如何去殺害的過程 去做演理模擬 你想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工具的準備 或者是他後來有氣死了一個犯罪行為 一個人有沒有辦法完成 那後來有些犯罪行為發現 他弟弟其實是有參與的 那這些共識是互相矛盾的 那我們必須去釐行真相 那也是在用偵訊的方式 你只要多次去偵訊 因為人的記憶只有一種 真相只有一種 所以記憶也只有一種 那你針對他的共識 去針對矛盾點去抓出來 再針對這部分去詳細的偵訊的話 其實都有突破的可能性 到後來就部分 其實兩個兄弟就坦然去面對 這些刑期了 只是我們的警方的說法是 竟然已經發生了 如果把傷害降到最低 那整個過程當中有參與 那你參與的程度如何 只有自己坦然面對 坦承法官才有原諒你的可能性 你的刑責才能降到最低 你說完全沒有刑責不可能 對 包括你有參與到妨害自由的部分 衍生後面的殺人的一個犯罪行為 這部分你沒有參與也不太可能 因為你的都是共犯結構 那你共犯結構 你必須要講清楚你到底參與的程度如何 那法官才會去采信 那針對你的煩惱的態度 去做一個量型的依據 如果你煩惱的態度說是從頭否認的話 降低刑責的可能性會降低 如何把自己的刑責降到最低 讓法官來相信他們是因為債務糾紛 隱身了一個義憤填膺的殺人案件 因為你可能在當下很氣氛在造成的殺人案件 那確實也有一個債務的存在 他並不是單純的殺人案件 他確實是債務隱身的一個命案 弟弟有承認了 哥哥在勒幣的過程中 他有抓住他的手 讓哥哥比較好勒幣 其實這部分已經參與到殺人的部分 去哥哥的供述 因為在當下他說他把他隔壁之後 他們當下也慌了 急著想說如何把這個人倉餘無形 那就開始去Google說如何分析 現場就直接Google說這部分析 因為他哥哥的工作室 他說他有上網去看如何分析 可以減少被警方發現 後來才有再去五金行買一些刀具 一些啞鈴什麼的 弟弟也在現場都有參與到 所以兩兄弟的犯罪結構其實是蠻清楚的 他們後來就將羅永鋒的屍體 切割成頭 左手 右手 左腳 右腳 還有驅趕 總共六大塊 在這個分析的過程當中 弟弟也是在旁邊協助按住屍體 並且用抹布來遮擋 防止說切割的時候 這個屍體的血液會噴漸 兩個人後來就用鐵質的殺網包住屍塊 並且用束縣袋纏繞固定殺網 還在束縣袋上面加上千塊來增加重量 並且用膠帶密封準備要來騎屍了 曲幹跟腳是丟在雲身瀑布 頭跟兩隻手臂是丟在大汗溪 剛剛有提到大哥有騎單車習慣 當天他們肢解完畢之後 大哥自己就騎了單車 把他放在一個背包 因為大哥除了騎單車 還有一個登山的習慣 所以雲身瀑布其實他也蠻熟悉的 整個狀況他也都蠻熟悉的 當天晚上就騎著單車 背著頭跟手 往大汗溪的自行車道那邊過去 然後朝大汗溪丟下來 因為他有板著千塊 那板著千塊其實他是往下沉 當天晚上就先把頭跟雙手往大汗溪丟棄 丟棄完之後 因為當下也很慌 然後他們肢解完之後 隔天兩兄弟各背著一個包包 往雲身瀑布的方向開去 希望是他把他採用於山上 然後再用石頭壓住 避免警方來發現 是他後來就背到了雲身瀑布的 在更上游叫做雲夢谷的地方 然後把屍塊就埋在雲夢谷標示牌的 大概50公尺左右 一個蜥床當中 然後再用比較小的屍塊來覆蓋 他們覺得放在這邊就不會有人發現 是不是 他一直認為把這個肢解之後 就算被發現也不曉得他的身份 口跟手是往大汗溪去 大汗溪扭成底的話 你要被發現的距離其實 河道有雨水的沖刷 你在山上剩下軀幹跟槳 你要查明這個軀幹是誰的身份 其實可能性是蠻低的 後來處理完畢之後大哥再隔兩天吧 他們還有再回到現場去把現場清潔完畢 他就收拾所有的新郎到美國去了 在弟弟的認知來講 是大哥勒畢了他 是大哥殺害了柔老先生 因為最主要的一個致命傷 他認為是因為他哥哥用腳踏車內臺把他勒畢 他一直認為不是他殺了他 他們說當初他們也有講到 如果真的被警方抓到 由哥哥來承擔一切 竟然哥哥在美國 這部分他就不會有刑責的問題 他們其實有 當初兩年前就已經預謀好 如果真的是事情被警方知道的話 該如何來跟警方共訴 其實已經一個串控的可能性在 先講大漢系的部分 其實我們剛出在研判裡 往那個點丟了兩年 他又綁切塊 如果沉底了下 經過多年的雨水的沖刷 颱風或者什麼 那是不是會造成把他掩蓋 或者是已經沖到大海 可是承辦檢察官很認真 他認為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搜索的動作 我們就請了新北市舊單協會 用潛水的方式 針對他丟棄的範圍 我們去做一個大範圍的搜索 我們那次動員大概十台左右 水上摩托車吧 大概八九個潛水員 都是舊單協會的 希望他能至少幫我們找到一些 失怪 可是也是土擾而光 余生瀑布的話 他們是兩兄弟一起去的 簡作是希望能針對兩兄弟的 分開去讓他指令丟棄的地點 其實兩個人講的點是大概有的 可是在山上經過兩年多的 時空環境 可能山峰 有落石下了 是不是把原本掩蓋的地方 用大石頭被蓋住了 或者是土石流往下衝 這都有可能 當初檢察官很堅持 希望我們把這部分 在山上的部分 看能不能把他挖出來 整個照尋也是有困難 我們人力這樣找 可能也就也沒有辦法了 好那西北地點署 最後也偵查終結 依照殺人 還有損壞遺棄屍體等罪嫌 起訴林家父子三個人 不過就在開庭的過程中 小兒子林雨光卻突然翻供了 他只承認殺人罪以外的刑責 他說案發當時 他跟哥哥是輪流恐嚇 柔老先生 有掐住對方的脖子 還有捏住對方的鼻子 但是哥哥在拿腳踏車 那台勒住被害人脖子的時候 他並沒有做這些事情 他又想阻止 但是他當下覺得很掙扎 律師也提到辯護說 弟弟當時是約柔老先生見面 是純粹要來催討債務 並沒有殺人的動機 是哥哥聽到父親被勞老先生收入說 你爸爸自己笨 要借錢給我的 那哥哥才會一時氣氛之下 喪失理智去勒住被害人 那弟弟發現哥哥勒住被害人的時候 要去制止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這部分曹生哥你認為 他這部分翻供 就你們聽起來合理嗎 其實翻供的部分 我們早就有預料 有預料到 因為你還想兩兄弟 如果都去關的話 家庭經濟誰要照顧 請律師的作用就是希望你把刑責打到最低 最好是無罪 對 有很多東西律師必須要去獻冊 根據你的狀況 讓你無罪或者是減薪其琴 我想這也是律師的職責 我想很多案件在剛開始承認之後 到為了後面為了刑責的問題 大概都會翻供可能性都極大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偵辦的案件過程當中 只要我們有所突破 我們都會希望馬上檢察官做一個覆訊 來保證證據能力的一個存在的問題 對 不過法官認為 這個弟弟一開始的公辭 以及法院積壓訓問時的說法 都是他跟哥哥同時去勒住樓老先生的脖子 過了不知道多久之後 發現感覺不太對勁 然後也不知道該如何是 加上老先生是被誰勒死的 弟弟也說自己不清楚 哥哥他的說法則是說 他聽到對方罵父親說 他就是笨 被騙了20幾年 錢都被花掉了 我根本沒有在做土地開發的事 他聽到這樣的說法之後 覺得很憤怒 然後拿內胎去勒住對方脖子 並且腳緊 弟弟這個時候 還有拿膠帶去封住對方的鼻孔 然後並且有壓對方的脖子 所以被害人的是同時 鼻子跟脖子都有被壓破 法官就認為說 如果真的是哥哥用內胎來絞殺的話 內胎這個材質 並不是可以迅速用徒手來腳緊的 所以你說如果弟弟真的看到哥哥失控了 做出這樣的行為的話 應該是有充逢的時間可以來避免的 甚至你可以把哥哥推開來拉扯哥哥 避免哥哥來犯下大錯 法官最後認為 弟弟一切都是為了要來逃避刑子 才會反共有這樣的說法 並不足以彩性 至於爸爸林事長的部分 也被依照殺人罪來起訴了 爸爸自己的說法是說 他有跟兩位兒子說要來收入被害人 如果你要收入他的話 也不要對他太凶了 因為羅老先生年紀也大了 91歲了 所以他認為兒子會採取一些 合理跟和平的手段來逃債 律師也說其實林爸爸知道 兒子要去債務協商 事前他也沒有理定任何計畫 也沒有跟兒子有任何指示 加上兒子也沒有什麼前科 所以理所當然 爸爸會認為兒子會用一些和平的方式去討債 所以林爸爸主觀上沒有任何傷害 然後囚禁或者是殺人的犯意 不過法官認為林爸爸對於兒子會去私刑拘禁自己的多連好友 他明顯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只不過抱持著這種無所謂的態度 也就是所謂的間接故意了 那依照眷內的罪證呢 法官則是認為其實沒有辦法證明說 林爸爸有參與到任何的殺人計畫的喔 而且如果真的把人殺了的話 那麼成功討債的機率就更為渺茫的啦 所以法官認為林爸爸並沒有指使或者縱容兒子去殺了被害人喔 所以殺人罪的部分並不構成 最後法官量刑的時候考量 林家父子三個人呢 都是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喔 那林士郎還是退休的這個銀行經理嘛 林家大哥呢則是美國矽谷的機械工程師喔 那林弟弟呢也是工程師啦 他們明明知道說殺死了這個羅老先生喔 沒有辦法助於追回欠款 所以呢這個林士郎呢 也不是一開始就要求說要來殺死這個羅老先生啦 最後呢新北地院判決喔 林爸爸依照私刑拒禁罪得服刑八個月 至於呢這個林家大哥呢 以及林家弟弟呢 則依照這個私刑拘禁 殺人還有毀損失庭等罪呢 分別判處18年以及14年8個月徒刑喔 就是哥哥18年啦 弟弟14年8個月喔 那二審呢以及最高院喔 最後也駁回了這個上訴 全案就這樣確定 好那麼這集的我在案發現場呢 我們就談到這邊 也感謝強生哥的分享 謝謝各位聽早及觀眾 好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Instagram臉書 以及YouTube來訂閱搜尋 我在案發現場 然後 Arkham 然後我沒有看到